其實這幾天我一直 昨天在那邊的時候 他們也叫我上去講話 可是我一直在思考說 我到底要說什麼 在這場運動裡面到底 我的感受是什麼 那我試圖解釋一下那個感覺 假設有兩個球隊在比賽 不管哪個球隊在棒球的比賽 觀眾在看 我們就是所有的市民在看的時候 突然發現第一局打完了以後 有一隊裁判 就說或是他們的人就說 我們直接到第九局了 中間就不用打了 所以民眾就受不了就出來了 那我覺得 國民黨的立委做30秒鐘 這個動作其實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我一直跟柯導講說 他應該是幫助這個運動的很重要的 軟點 因為他讓知道說你怎麼可以這麼 這個程序都沒有打完 你就說你打贏了 而且他們要繼續累積的 那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幾天我在運動現場 我自己的感受 兩個部分 就是溫柔跟鑑定 那我覺得為這些大學生 或是我們的志工 我其實好幾度都覺得說 今年這一年其實沒有白走 當我第二天到那個現場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女學生整個呼吸困難 然後所有的志工跟所有的工作人員 把那個道清出來 讓醫療人員進去 然後我在旁邊一直看 從他們給他弄呼吸器 慢慢這樣帶出來 包括經過比較 我看到 顛破了那個路的時候會抬起來 我就覺得看到那種溫柔 我看到 大學生們 會把那個垃圾帶拿出來 分為一種是回收的 一種沒有回收的 我發現 他們把那個湯端過去 給那個學生的時候小心燙 我看到花餅乾 花水 我看到複香在下雨的時候 的溫柔 我看到大家在複香善待對方的溫柔 包括跟警察在對話 在後面的時候我已經看到 那個女學生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警察兩個在複香流賴 真的 他們已經在對話了 我看到那個對話的時候 我覺得你們很辛苦 我說其實 我也支持你們的想法 可是實際上的工作 這是溫柔 我也看到堅定 一堆大學生堅定的 在那個現場抵擋所有的 因為我們要拿回出 拿回人民的議會 我們看到我們堅定的 對待警察的各種攻擊 我們堅定的守住的 我們覺得應該守住的最後的價值 溫柔而堅定的最大的意義是 希望培養出氣質比較高貴的公民 我們不能變蠻床 我記得在二十幾年前 520運動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時候在拍片 都會堆到現場去 我記得一個很清楚的畫面 我到現在這個畫面 一直是我 每次在運動向場 會看到的一個自己 想到這個畫面 那天農民都上來 全面是巨罵 有一堆的警察在那邊 突然有一個從雲林上來的一個 老阿伯 突然站在前面 指著中間的一個警察 直接罵 阿伯 你是在那邊幹什麼 你把你們罵死上去 我在這裡好大來告訴我 他的兒子在前面喔 那個爸爸看到 一直罵 你怎麼去做國民動作 糟糕 一直罵一直罵 我在旁邊有點緊張 這個時候我看那個 他的兒子阿伯 那個已經有點緊張 而且有點點花白頭滴滴的 這個時候我看到一個動作 他的班長 走到那個阿伯的面前 拍拍他的肩膀說 你去後面 我要說的是說 所有的警察也好 他們是院內職務 可是他們內在裡面 其實有很多他們自己的 自由意志跟想法 剛剛小弟導演已經給我看 有一些警察的家屬跟警察 尤其像劉春茹 那個檢察官已經準備救 如果他們敢 驅逐學生的話 他要告 買酒 告江儀化 我的意思是說 所有在看這場球賽的人 不管是警察 不管是公民 不管是所有的角色 其實他們慢慢會 分出一條 看待這個歷史 真相跟示輝的一個能力 我們要半年的角色是什麼 是去說明跟說服 用你的方法 也許你沒有能力 沒有時間去現場 我一個朋友在秘魯 這兩天一直帶我說 教練我可以幹嘛 我說讓國際媒體 聽到他語言能力很強 他說好 就這件事情一直做 所以我要告訴他說 也許你沒有辦法到那個球場 可是你可以用很多你的能力跟方法 可以去讓很多的人民 在這個過程裡面 告訴他們 這個球賽有敵 所以我們要退回 我們要重新來 就這個簡單的東西 才是他可能 遁成 因為本來其實大家不懂胡茂 這一場運動 讓大家開始懂胡茂 這場運動 讓大家開始去理解 我們這幾年來 到底台灣出了什麼問題 絕對不要面對恐懼 因為那個恐懼 是因為我們沒有知識 當我坐在那邊聽完之後 我想說 原來是這麼多的一回事 的時候 我就理解說 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弄 所以我跟各位坡我講 對我們來講 五六運動也好 或是官場工人也好 尤其剛剛我跟到 都更蒙的朋友 他們其實非常努力的 想做這件事情 可是一直被抹黑 內心非常煎熬 可是面對這樣的事情 他們有能力 這個團體面對這個事情 開始在做一個更深度的 緩醒跟檢討 包括對於受害的一些家屬 互相裡面那個煎熬的曖昧 那個是人性裡面最大的考驗 所以剛剛有同學上來講說 不要對警察 我們會溫柔的對待警察 可是 當要面對真正的 他們 因為 不合理的 暴力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的不服從運動 會展現非常大的意志 其實這場運動 我還看到一個現象 第一天我去的時候 我就寫那個 我們的小蝦米跟朋友講說 會不會三月血運再重來 那我就整個現場走一遍 我發現 學生來了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車子 一輛一輛的 不知道哪裡來的車子 都是民眾 甚至有那個民眾 上班族的 車子停到那邊 就搬六箱水 放在那邊 所以那個 要進去的那個什麼 樹旁邊 後來才變成一個 物資活動中心 因為其實很多民眾 知道這件事情 把它看清楚以後 他們就整個 背後很支持的力量 所以各位朋友 希望大家非常清楚的 知道一件事情 具細支持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